喂喂喂 喂喂喂 大家能听得到吗 听得到的话在讨论群那里抠个一 好啊很高兴又能见到大家啊 今晚呢我将会给大家去讲一个包装 那么呢在讲包装之前呢 相信也有一些同学可能已经接触过包装 包装呢它有分很多种啊 有一种是商业性的 有一种呢是工厂里面制作的一种打板的 还有呢就是可能就是做一些创意类型的 还有一些呢是广告类型的 所以它有很多种各种的风格 还有各种的玩法 那么呢今天呢 为了给大家讲更多的知识点啊 所以呢我是采用了一种比较偏向于一种商业化的一种风格啊 那么大家在练习的过程中呢 大家呢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或者找到一些参考 可以去制作一些自己喜欢的一种风格啊 那么呢我就以一个讲知识点的方式呢去给大家去讲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做了几款几个视角的一些包装 包括这一个还有这一种增列的一种方式 那么在这里呢我课程结束之后呢也会把一些相关的一些文件 比如说这里也会已经打包好了也是给大家去练习的 那么大家现在呢还是一如既往的 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讨论区里面发言 然后呢我也会给大家一一的解答 那么我这里呢就不讲太多的理论 因为时间有限所以还是一样的 我一边讲 然后呢就一边给大家去解释啊 那么在这里呢首先呢我们就先做好我们的第一步先 比如说我们拿到的可能就是这一个白膜 那么这一个是怎么来呢 这一个其实也是很简单啊 直接一个boss 然后直接用kissr或者等等的渲染软件去渲染的 当然如果大家的一个透视能力比较强的话 也是可以直接ps里面去画 毕竟一个方块的一个盒子还是挺简单的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要做第一步呢 就是把我们的一个正面底面还有侧面先给他贴上去 为什么要做这一步呢 相信大家听过上一节公开课同学应该知道 我肯定用的还是一样用了一个智能对象 这样子的话呢可以方便我们的一个后期的一个修改 那么首先我们找到一个正面 正面呢我们可以给他填充一个颜色先 这样子方便我们的一个观察 那么我们使用一个红色或者黄色都可以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比如说我喜欢成一点的 然后我们合并一下 那么我们将他拖照 然后到这里我们确定 然后呢我们选择一个什么 哎大家是卡了吗 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有些同学卡了的话可以刷新一下 卡的同学可以刷新一下 可能是网络问题啊 然后我们同样的方法 我们先将他转换为一个智能对象啊 也可以设置快捷键 我们转 我们转 那么我们同样的也是Ctrl加T 然后呢我们去调整 我们先去调整好他的一个位置 这里呢我们大概调整好位置之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给他来一个正片叠底 我们直接选择一个正片叠底 这样子的话我们更方便的去观察 去吻合的贴紧他 比如说这里 我们去贴紧他 好我们调整完之后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啊 这边 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 然后我们再找到一个底面 我们找到这一个底面同样的 我们也给他添加一个橙色 那么这个橙色刚刚是 刚刚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找到正面这里 我们I用吸管吸他一个颜色 同样的同样的 同样的这一边底面 我们选择 好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合并一起 我们拖拖拖过来 我们拖拖过来 同样的 我们缩小 我们给他添加一个智能对象 然后我们同样的去调整 然后我们同样的去调整 他的一个位置 虽然说这样子的方法比较繁琐 但是呢 这样子呢 其实我们前面痛苦一点 后面呢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一些便捷啊 我们放大 然后去调整 好 那么我们调整完了 这一个面之后呢 同样的我们把侧面也调整好 合并 然后 同样的给他添加一个智能对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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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呢我们就已经把它贴完了 有同学说这样子好麻烦啊 有没有别的方法 当然还是有别的方法的啊 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什么 我们可以通过这里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个消失点 我们可以使用消失点 是一种方法 然后呢我们使用什么 然后呢我们使用什么我们使用这里的一个变形也是透视变形也是一种方法 我们方法有很多但是我比较习惯于用于这一种方法为什么呢因为他会对我们工作啊或者是作业啊等等等等的一些带来很多的一种便捷啊因为我们经常要修改 所以一修改的话我们必须又要回头去翻如果我们使用的话我们只能改变圆图子然后再去做 有点难听清楚吗 这里我已经开了一个消音之类的了 我尽可能讲慢一点吧我可能讲慢一点 上节课的回放已经给了上节课的回放已经给了在腾讯课堂里面已经有了那么我们再回来这里 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是我们已经是贴完了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双击 哦讲的太慢的原因吗那我就讲快一点啊那么我们现在就双击进去 双击进去呢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我们会变成一个很正大家一定要记清楚我们使用这一个智能对象的时候呢我们要在正面的时候给他智能对象了我们再去把它的透视调整啊 不要说我调完透视之后再给智能对象那么你进去的话他一样也是透视的啊所以我们要在正面的时候给到他智能对象那么在这一种情况下呢我们现在呢就开始进行一个排版那么我们排版之前呢也是同样的给大家先讲我们排版呢我们会有分两种排版最常用的两种一种呢就是图为主 然后呢文字为主还有一种呢是什么文字为主图为主这两种方式那么一般我们在做一个产品的一个排版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是以图为主 因为我们更多的是表现一个图嘛我们的一个产品大家可以看到广告牌啊或者地铁里面的包括杂志上面呢只要是有关产品的肯定都是产品为主然后字为负的 那么讲到排版了那么我就给大家一点小东西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没有 大家记好这一个图文排版的六字经啊相信有同学可能在学校啊或者学过平面的同学可能都会有听过这一个 这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图文排版的六字经啊大家记清楚 只要记清楚之后按照这样子的方式去做呢是肯定是没有错的啊那么我们就根据这里 看好就是事先搭好框架然后图为主置为辅 然后还有视觉流程顺位重要信息居中 等等等等等等大家可以去根据这一段话 那么没记下来的话呢大家呢也可以去百度搜一下图文排版的 六字经也是有的啊这个也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按照这样子的方式去排肯定是没有错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个排版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之前排的时候呢我是使用了是一个 黑色跟一个黄色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电状的一个本身的一个颜色就是 一个黄色跟一个黑色去搭配 而且这一个黄呢还比较沉闷的一个工业的一个黄所以呢我还是 喜欢使用他所以现在呢我们同样的对他进行一个 使用啊 没有画面了吗 没有画面同学自己刷新一下 因为可能你们自身的网络 我先把这一些没用的 先删除一下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怎么去做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里有一个 矩形工具 我们使用他使用他之后呢同样的我们在这里可以给他 拉一个矩形工具 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什么黑色的 然后呢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黄色的 黄色这里呢我们像素给多少呢 我们给个15看看 好15了 差不多了 那么我们再调整一下这个框 这时候呢我们调整完之后呢 在这里我们直接可以选择 关闭 关闭的时候我们选择是 那么我们可以回到这一边 我们可以看到 此时他这里给我们进行了一个改变 那么我们同样的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双击进去 比如说这里 我们同样的也给他 添加一个 矩形的 然后呢同样的黑色 还有一个黄色 那么这里呢我们给他15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他的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他的一个位置 同样我们选择一个关闭 然后选择是 那么我们第三个 这个也是一样的 我们选择一个关闭 好我们选择一个关闭 那么我们把上面调整完之后呢 我们现在呢就进行第1个 我们进行个排版 那么第1个之后呢 同样的我们先做第1步就是什么 我们看到这里没有 第1步就是我们要先打好一个框架 所以呢我们先 比如说找到他的一个中心 我们先打好一个框架 我们先打好一个框架 那么他说了图为主 字为负 那么我们基本上图为主 我们要占一大半的位置 肯定是拿来放我们的图了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把 我们之前 修好的一个 电状 我们先拿进来 那么我们修好了 我们就拿进来 我们图为主嘛 我们先缩小一点 我们先占据好我们的整一个 画面 这时候我们占据好我们整一个 画面之后呢 我们再进行一点点的调整 然后呢 这里呢 字为负 是吧 我们在这里看 那么 这里产品一般 主角 然后图文 形状 系统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 使用的图文 形状呢 是 记那种 就是不相同啊 不规则 那种 等等等等 所以呢在这里呢 我们也是可以使用我们的一个 比如说在这里我 当时呢 我就选择了 使用我们的一个 什么 举形 进行作为一个什么 我们调整一下他的一个位置 我们使用他进行 给我们增加我们的一个画面 这个呢就是我们所为 所称的就是 辅佐图形 我们就是使用他 给我们画面点缀 也不用让我们的一个画面 显得很呆吧 如果我们直接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把文字 码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显得整一个画面 很呆吧 那么我们就直接添加一些 辅佐图形 给他比如说下面这里我们也 当时我也是给了他 一小段 去给他 破掉 这里的一个形 那么这里呢 他就会形成一种不规则 的一种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视觉 看字 看文字 视觉呢 更多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里 还有这里去判断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 最多三种字体 最多三种字体 只有一种字形 这里呢 我们要把文字 放进来 我们才 才能知道 那么在这里呢 比如说这里 给到大家的一个素材包 这里呢 有一个正面 比如说 一个正面的一个logo 我们先 拖进来 我们缩小一下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他的一个位置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里面我们让他 让他这里的一个上下的一个位置居中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拉一条参考线过来 这时候呢我们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这一个位置 这里的这一个位置呢 到这一个位置的时候呢 我们如果把他 移动过来 这样子 如果和这里对齐行不行 当然也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和这里对齐 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下面去排一个文字的时候 我们下面去排一个文字的时候 我们文字是不是会贴紧这里 那么在这里呢我先保留他在这里 我们先把下面的一些东西 先拿进来 比如说 我们还有我们的一个什么 比如说还有一个辅佐图形 这个 这些都是我已经事先 做好的了 也是给大家 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个 主观能动性啊去修改他 主要的是我为了 课程 去慢慢做这些太枯燥 所以我没有在课程里面去 做 大家理解就好 那么这里呢我们先放进来 还有的就是 我们 还有 更多 比如说 这些 这些我们 我们也可以先 先拿进来 就说我们先调整 这里我们放到这里来 那么我们现在去排这里 排这里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当我把这里也放过来 那么这里我们放到 比如说这里我们也移动过来 然后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我们的一个文字 比如说我们看到 这里 还有这一个辅佐的一个文本 我们也缩小一下 放到这里来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什么 我们还有一个文本 这里给到大家的一个文本 还有这里的文本呢 仅供大家一个参考啊 因为这只是一个需要 所以我们 只是作为一个参考 比如说我们先 不管那么多 我们先把我们的一个文本 比如说 三 我们先把我们的一个文本 全部拿进来先 我们不管那么多 我们先拿进来 我们先把我们和我们和我们一起 就是一个文本 很 jesteśmy 我们 我们先把这个文本 都是一个文本 那 感谢观看 好我们可以看得到 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点击这里 然后我们可以移动这一个图层 点击这里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先大概的先排不好吗 同样的我们看到这里没有 事先打好我们的一个框架 这个呢我们要先构思好我们的一个框架 先我们要构思好我们的一个框架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子去摆 把其他的文本也拿进来 比如说这一个 然后这一个 还有我看一下先 好差不多了 我们先拿进来 我们先随意摆一下地方先 我们先随意摆 把大的一个框架我们先调整好 比如说这里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们先保存一下 先保存一下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步骤啊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如果他这里全部张边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整一个画面的 他的一个导向 大家有没有发现他的一个导向呢 是全部往这一边清的了 大家可以从视觉上面判断 比如说我们可以回到这边 当我们刚刚点击保存的时候呢 我们前面呢这一边呢 他就已经给我们过去了 大家可以发现这里的这一个边边呢 他全部都挨紧了 相比这些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边呢 他是很舒服的 因为这一边呢 他已经松开了 这一个地方 他没有紧挨着这里的一个边边 那么我们的这里呢 他已经是紧挨着一个边边了 看着基本上是没有空位 就好像学美术的 上紧下松是一个道理的 那么如果我们全部都往这一边的话呢 他就会有一个导向性 全部往这一边导 那么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要破开这一个局 那么我们呢 破开怎么破开 那么我们肯定是由上面最大的 这一个标题去破开 比如说我们以他这里 刚好一个间隔为间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选择他 我们可以选择到这一个图层 我们可以再缩小一点点 互相推样一点点 比如说过来一点点 我们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再拉一根 找到他的一个中间的位置 我们要保证他上面跟下面的这一个位置呢 是一样的 我们调上一点 让他的一个视觉的一个位置呢 是正确的 上下的这里的这一个位置 那么我们有了这里之后呢 我们第二个呢 同样的我们可以去对齐到这里 对齐到这一边的位置 那么对齐了这一边的位置呢 同样的我们可以调整这一边 比如说这一边我们也可以去调整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在这边挡住了我们整一个产品了 我们所以我们要将他缩小 移植过来 这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微微的一个调整 那么这里也是我们也可以缩小一点 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上下左右键啊 去进行一个调整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说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我们这里呢 视觉这里呢 我们已经做完了 重要的信息居中了 这里也可以居中了 何为居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这一个位置 这里的这一个位置 其实我们已经算是居中了 难道我们要在这里居中了 肯定不一样的 这个是看我们如何去定义的 我们定义在这一边 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一边 这个就跟环境分割也是一个道理的 看你如何去定义 没有死的 毕竟这些是死的 但是呢 我们要灵活的去运用 然后这里写到了最多三种字体 是吧 那么我们这里呢 就会有一种大中小 也算是三种 我们不要超过四种 四种 和为四种呢 比如说我们可能这里 logo的话 肯定有特定的一个字体 他们肯定有有特定的设计的一个字体 是吧 然后包括他们也会有他们的一个商业 肯定也会有一个他们专用的一个字体的 不可能随便用的一个字体的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一般不会超过三种 如果超过三种呢 比如说我一行字 我超过了三种 那么他就会显得我们整个画面 对字体上面呢 会表现不出来 我们会看起来很复杂 很杂乱 那么只用一种字形 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都是翻的 看到没有 这边这一个是翻的 我们可以随着 给到的一个logo去定义它 比如说别人给到的是那种原体的 那么我们尽量倾向于使用的字体呢 使用的是一个原体 那么如果他不给到我们是原体呢 是这种翻的呢 那么我们去使用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一个 只用一种字形 那么我们怎么去修改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基础上面 这里这一些字体 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他们 统一的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大写 我们可以统一给他一个大写 这边我们也是可以统一的 给他进行一个大写 这边也是给他一个统一的一个大写 统一一个大写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 这时候呢我们的统一性是不是起来了 我们可以发现这边翻翻正正的 这里也是 这里也是 那么我们就形成了一种统一性 这边也是统一性的 这边也是统一性的 我们可以看到没有 这里我们就已经只用一种字形 那么大标题三突出 小标题一突出 我们可以看到没有 这个呢就是说 字体的一个重要性 我们到底要选择多重要 那肯定越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报纸 比如说或者我们的一些什么 我们的一些浏览器啊 大家应该也会发现了 就拿报纸来说 相信可能有一些同学 应该知道以前的一些报纸吧 买过报纸 同学应该知道 比如说今日偷条啊什么的 他那个字呢会写的特别大 而且还会使用一个红色 报纸是灰色的 所以他红色呢就会特别的跳 就跟什么一些海报啊等等等等的 那些什么特惠啊 正经啊什么的那些词 他会放的很大 吸引一个人的一个眼球 那么我们大标题呢 就是最突出了 那么小标题指的是什么 也就是指的是一个副标题 副标题又是什么呢 副标题就是我们第二重要的一个信息 比如说我们正经是正经两个字 是大标题是吧 然后呢某某某干什么干什么了 是吧 这样子去吸引人 所以很多同学可能看一些新闻啊 什么就是带着那种好奇心 然后点进去是吧 正经某某某干嘛了干嘛了 是吧 所以就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这里呢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这个地方呢 很重要 这个地方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四段 这四段是很重要的 字句小于含句 含句小于字高 然后呢含句小于断句 断句小于轴句 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这几句呢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个调整了 我们可以看到没有这里 当然字呢一般ps他默认了你的一个字呢肯定这样子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如果是出现这种啊什么这种呢就肯定是很有问题了 除非是特定啊 特定啊这只是吃药的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里规矩是使的啊 我们要灵活运用啊有一些特定的是可以有那么远的啊 只不过是尽可能我们的一个文本的时候呢是尽可能的避开这一种当然装饰性的东西我们是可以这么干的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样子就肯定是错的 这样子肯定就是错的 这只是不为一啊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如果像这种 置居那么远是吧 肯定是 不行的 做我们这种 那么零 大家也可以发现 如果我使用到一个零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发现到没有 他又太拥挤了 所以呢在这里我会给到一个10 然后呢我们再可以看到这里上下的这里的一个距离 大家可以我现在刷了这一条白色的大家可以看到上下两段可以看到他上下两段这里的这一个峰系呢是特别特别的一个什么特别特别的一个宽的 这样子呢我们也打破了这里的一个规则看到没有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寒句小于字的一个高度 那么这里跟这里已经超过他的一个高度了 有没有发现 已经超过了我这一个字的一个高度了 所以说这里呢 我们也是要进行一个调整的 比如说我们调整这里 我们调整个6 6呢 他是往这边再拉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负的 比如说我们负2 看一下 0.1不对 那么我们这里调整吧 3 3的话太拥挤了 我们再给到3.5 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一点点小的技巧 我去做这种东西呢 我一般会使用到什么 我会一点点细条 3.6 大概去到3.7 4吧 大家可以发现没有 我们只要拉一条白条 只要我们这里形成一个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小缝隙 这样子的话是最漂亮的一个字句了 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为什么我会习惯性这样子呢 如果说我们这里都不是大写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Y呢 它是会突出来的 P G这些英文字母 它是会突出来的 我之所以留那么一点点缝隙呢 其实目的性就是给B啊 T啊 这种突出来的字母 给它留上下的一个空间 大家可以发现到没有 这一个的宽句呢 我们和这里去对比 这里的一个宽句 比如说我们把这里 比如说把这里调回一个大写 选择它 我们调回一个大写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子的字句呢 会比这样子的呢会舒服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放一个 那么这里同样的我们选择它 也是一样 这里我们给它是 选择它 同样的也是是 它是 好下面这两个呢就不用去调了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 这里呢有一个断句小于周句 韩句小于周 这里又有一个韩句小于断句 就是说我们这里的缝呢 我们这里的缝系呢 一定要小于他们一段两段 这种叫做段 我们一定要比它小 我们一定要比它小 我们一定要比它小这里和这里 这里和这里 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就需要去拉一个参考线了 就说这里 这一根我们可以移动一下 这里一段我们在这里给它这里我们往上移一点点 摸到这里 我们判断这里 我们判断这里和这里 我们可以根据这里去判断啊 根据这里啊 这里按 按kunt加r kunt加r呢它会出现这里有一个尺 大家可以根据它去判断 比如说选择它往上移一点 这里和这里到这里我们选择它往下移一点 选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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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到这里我们要选择它 选择它 往下移点 差不多这一个位置我们把它选择它往下一点 我们可以缩小一下这里 好那么我们呢就已经调整完了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保存一下 储存一下 然后呢我们可以回到 我们可以回到这一边 回到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边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这一个位置呢 已经比之前的要舒服的多了 这里我们已经断开了 这种呢就是给人的一种视觉错误的一种效果 如果我们按照最实版的贴边的那一种方法呢 那么这里就很错误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发现上面还有下面这里呢 它是毫无一个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视觉流程顺位这里呢没有达到还有文程 次不过三这里文程次不过三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层次感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我们给他添加它的一个层次感 怎么给他添加一个层次感呢 我们选择这里 我们选择这里 这几段话我们选择它 我们把它往里面进来一点点 我们可以给他添加一个辅佐图形 比如说一个方形 使用一个白色 按照我们按照我们的AUTO键可以复制 然后这些字体呢 我们此时此刻我们整一个画面的一个字体 我们可以发现它太太多黄色的出现了 所以我们呢要把这一个字体呢 改成一个白色的 我们根据我们的一个感官的一个舒服感去调整 那么我们这一个呢 我们可以给他一个黄色 那么我们怎么给他一个黄色呢 教大家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在混合模式里面 混合模式里面呢 我们可以给他一个颜色叠加 那么他就会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随意的调整他的一个颜色 我们可以随意的调整他一个颜色 当然我们也可以吸他的一个颜色 在这里 那么我们这里呢 就已经把这里 我们同样的这里呢 我们可以选择他移动过来 给他这里也是一个层次 这时候呢 我们再调整一个地方 比如说这里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他添加多一句话 好 那么我们给他8 那么我们给他一个层次是 直接给他一个粗体 我们调整到这一个位置 我们缩小一下 这里呢 我们还可以 添加一点小小装饰 那么此时呢 我们就把这里的呢 全部都基本上调整完了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 周边流空通风是吧 周边也就是说这些地方 流边通风 就是这里 我们不要都顶住他 都不要顶住他 就比如说 刚刚我为什么说边边 为什么我们不塞到边边 就是这里 周边流空通风 然后呢 四脚流空 系统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四个脚 流空 他就是系统 那么做到这里呢 我们还要做的一步就是什么 我们现在看到没有 我们的一个字文成了 已经是有一个层次感了 不过三 比如说这里 一种 两种 三种 那么我们现在呢 还要再做 就是让我们的一个文字 学会说话 怎么学会说话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要进行调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边的一个文字呢 他太就是太过于跳了 我们首先要看到的 我想要 别人看到的是什么 除了logo 那么就是我们的一个副标题 副标题呢 还有我们的这一些文字 这一些呢 只是一个吃药的 我们不想他们看到那么快 那么我们怎么去做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种手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个颜色 给低一点 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到他一个75吧 统一一个75 统一的一个75 那么这一边呢 他就会按下去了 那么同样的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储存 那么我们这一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基本上呢 我们的这一个封面 他也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偷视 包括他也已经贴上去了 那么我们最后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 此时他这里呢 他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没有 他这里的这一个 这里的这一个什么 这里的这一个位置啊 他的一个光是不一样的 大家发现没有 按正常来说 我们的一个包装 比如说我用一个画笔去挥制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这一个位置 如果说我们什么 如果说我们这里 光从这一边过来 那么我们这里呢 按正常来说 这边应该是亮 然后再到暗的 对吧 亮才到暗的 那么在这里呢 他只有一坨死黑 一点立体感都没有了 那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当然我们可以在这一边 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一个修改 比如说我们找到的这一个框 我们可以来到这里 有一个属性 我们选择他黑色的地方 我们只是改变的黑色 比如说我们给他一个渐变色 那么大家可以发现没有 他就会由下到上一个渐变了 那么我们把这里的一个角度调整 调整到这里跟这里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是由量到暗的一个方式 那么这时候我们进行一个调整 比如说我们点击这里 我们可以把50的地方呢 更多的过来 我们直接拉掉他更多的过来 那么这上面呢 我们给他更暗一点 比如说我们可以到他一个29%左右 这边呢 我们也不要他死黑 我们可以给到他死 可能太灰了 我们给到他5吧 然后这一边的话 我们给到他15 那么我们点击确定 那么我们点这里导存一下 储存一下 那么呢我们这一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没有 他就不会有一种死黑沉闷的一种感觉了 就不会有一种死黑沉闷的一种感觉 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完成了 当然另外的这一三个方 就是另外的三种方法呢 也是同样的方法 也是同样用同样的方法去做啊 比如说像这里啊 这一边 这里啊 这一边 同样的之前不是也是给大家 给到大家的一个练习素材里面呢 会有两个两个吗 一个是正面的 一个呢是侧面的 那么我把侧面呢 作为了他的一个侧面的一个包装 那么还有两个呢 我就不去做了 因为是同样的方法 大家可能会显得比较枯燥 那么最后呢 我再教大家 比如说如果大家说想要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如果我想给他添加纹理也是同样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我们选择这里 这是我从网上找到的一种纸皮啊 缓楞纸的一个纸 那么我们可以同样的去色 去色之后呢 我们可以使用它来到我们的这一边 那么我们可以去到最上面 把它移置到最上面去 嗯 我们点击确定 我们移置到他的一个最上方 那么我们可以先把它隐藏起来 我们可以在他 Ctrl Shift Auto 加1 盖印一个图层 那么我们打开它 然后呢 我们使用一个什么 叠加效果 那么叠加效果呢 它会变得很亮 那么我们使用镇片叠底呢 它会显得很脏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叠加效果 那么我们同样的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曲线 我们可以通过曲线去调整它嘛 比如说我们拉按 我们可以把它拉按 拉按即可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纹理呢 是比较属于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纹理呢 它属于比较宽了 那么我们可以缩放一下 说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大小 那么不够怎么办呢 不够我们就直接宽选它 Shift加F5 内容识别一下 同样的这一边也是 那么在这里 我们同样给它一个叠加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曲线 拉按一点 那么我们同样的储存一下 然后呢 我们过去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盒子上面呢 它就会呈现出了 这一种什么 就会呈现出这一种纹理 那么这一种纹理呢 我们应该怎么去找呢 我们可以去 进行一个谷歌 我们可以在谷歌里面呢 我们可以去收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纸 当然这里要收英文了 谷歌是收一个英文的纸 然后呢 贴图 这里呢贴图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里呢 有许许多多 然后大家可以挑选 合适的一个纸 然后呢 进行一个调整 那么我们学会了这样子的方法之后呢 有什么作用呢 有什么作用 比如说 我打开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就是我之前做好的一个文件 那么这一个文件 比如说我先把这一个隐藏起来 做好了这一个文件之后呢 虽然说是要一个一个的去调整好 但是呢 我们要调整呢 我们只需要调整一个就行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通过一个呢 它是联动性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D1WALT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去通过修改 比如说我们随机 这里呢 全部都是通过复制的 复制呢 它的智能对象呢 是有一个联动性的 比如说我把这里去给更改它 比如说我改成一个R 此时我改成一个R的时候呢 我点击一下储存 那么我们可以回到这一边去看 我们可以发现这边的一个R 这边的一个R 这里所有的一个图层的这一个R呢 它全部都会给我们更改掉 全部会给我们更改掉 不要这就是我之所以跟大家说 如果是我 我会选择使用一个智能对象 这样子的话 对我们的后期去做 比如说我们做名片啊 或者一些卡片啊 或者一些UI的一些设计 设计啊之类的等等等等的 我们使用这一种方法呢 就会更加的方便 这样子的话 对我们的一个后期修改 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啊 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要教给大家的一个就是比如说这里我已经事先准备好了 就是这一个还有一个空白的一个背景 教大家一种什么方法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里文件这里呢 我们可以找到有什么 应该是编辑这里 有一个透视变形 我们可以选择它 然后呢点击 我们呢可以把它调整好 同样的也是调整好它的一个位置 调整好它的一个位置 同样的我们再添加一个 然后呢 这边呢也是一样的 我们调整一下 那么我们调整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点击一个确定 按照我们enter键确定之后呢 我们可以调整它的一个透视 我们还可以对它的一个透视进行调整啊 这也是一种方法 这样子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调整啊 这也是对我们后面的一个修改 比如说可能客户说 哎这个角度我不喜欢了 我喜欢另外的一个角度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也是可以更快的 那么这一种呢 我们同样的方法 也是可以使用我们一个智能对象啊 像这种呢 它是没办法回去了 这种呢 我们只能回去 那么如果当你保存了文件之后呢 你可能就已经回不去了 那么我们使用一个什么智能对象 比如说我们给它添加一个智能对象之后呢 我们可以使用它 比如说同样的 我们使用它 透视变形 我们使用一个智能对象 比如说我们确定 那么我们呢是可以随意的去调整 我们可以随意的去调整 比如说我们调整确定了 那么我们还要再调整怎么办啊 我们可以双击这里 同样的我们再进行一个调整 你想怎么玩呢 都是没问题的 比如说这样子 我们再去调整 然后确定还是可以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去进行一个调整啊 随时随地的去调整啊 那么呢这里呢已经是最后了 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那么这里呢我会结束之后呢 大家可以去找到客户去要到这一个素材 那么在这里呢最后呢 给大家看 课程的一个最后呢会有一个打卡的一个活动啊 最后有一个打卡的一个活动啊 那么日期呢现在是15号那么截止的时候呢是多少号啊 是一个22号为期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啊 22号为期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如果有想参与的同学这个是自愿的啊 然后呢可以找到一个客户客服的一个小姐姐进群啊 有一个新的一个群 这个是自愿参加打卡同学可以进去 然后呢可以去做一些练习 那么我也会在里面去对大家进行一个指导 只要你做完了发出来都可以进行一个讨论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去排一个不一样的包装 比如说简约封的啊或者是创意的啊 包括一些就是商业的啊都不限题材 大家呢可以去练习发挥 然后呢我可以对大家进行一个指导啊 包括修修店赚的也可以 然后做包赚的也可以 那么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打卡的一个练习 然后呢可以去联系客服的一个小姐姐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云上给大家的一个福利啊 在这里呢就是大家参与听课的同学呢 是可以获得一个优惠的课程的一个优惠有需要的同学呢 可以去参加或者去学习一个进阶的一个课程 那么呢可以添加一个客服的一个微信去获取这一个优惠啊 比如说这里也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些什么 可以进入一个云山教育的一个主页面里面呢 也是会有许许多多的一个免费的一个课程 供大家去学习的啊 有需要的同学呢 也是可以进去去学习 那么这一次呢也是会有一个进阶的一个课程 这一个课程呢基本上呢也会有讲到一个基础 但是呢这一个基础呢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带过 让大家熟悉一些工具 包括工具里面的一些隐藏的功能 主要的呢还是以案例为主 从案例一直去修各种的一些使用的一种方式 包括一些表现的一种技巧 还有一些调色的一种方法 包括最后的一个调整 还有一些场景的合成啊 包括一些摄影的一个精修 还有一种这种合成的一些结构的方式 包括一些手绘的表达 还有一些汽车的一些合成 比如说烟雾啊 这些添加等等的一些效果 包括雨水啊这种合成的一种方式 最后呢也有一个更详细的一个排版 一个全方位就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理论呢 还有一些寻找素材的一些方法 包括到最后呢还是会有一个时讯 供大家去听的 包括去练习的 会提供素材给大家去进行一个时讯 结到最后结束呢 还会颁发一个由云上和工业协会创办的一个证书啊 给到大家 那么呢到最后呢还是同样的给大家看一下一个课程简介的一个视频里面呢是我们所学习到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什么一些部分的一些案例啊 这里就会讲演讲这里的浅重 Make 上也有软上和工业协会创办的一些点 这里面会讲快速的机会 diret 哦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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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 哦哦哦哦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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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呢多一点参与 那么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了 然后谢谢大家 然后最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群里面提问 如果是有关报名啊 或者课程的一些不明白的话呢 也可以去联系客服小姐姐去问答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